Hello 大家好 我是Virginia 現在帶大家來看看Fuel Mushroom是什麼樣子 前兩天我見到它長了出來 這個應該是被我摘過的 切開來的 它現在還是熱了 所以它沒有長這麼大 你看它的拋子是brown色 我摘一個給大家看看 希望我可以摘到它的根 是這樣的 它如果是9月10月的時候 可以摘到這個直徑大概是12厘米 再帶它一杯 20厘米左右 那就是我們可以摘的Fuel Mushroom 在這個路邊有很多車 所以我沒有摘到它白去摘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邊 我看到這邊有幾隻衣服 這裡有幾隻衣服出來 或者是人們放狗的時候 有時候狗會破壞了它 我們摘這個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它的寶寶 這麼大 Fuel Mushroom 因為前一陣子都很熱 那這幾天又下雨又出太陽 所以就很適合它Fuel Mushroom的生長 但是大概最高溫度是18厘米 這個我拿回去 還有這裡還有一個小的 它長大了之後就是這樣 因為它不是太大 其實它不是太大 那我現在試一下 這個中間給大家看看 它的中間是這樣的 那我試過在這個位置摘的 就比它大一倍 這個是它的寶寶 上面是有點黃黃的 它這裡就是 叫做什麼呢 這裡有點像是Fria 那它的筋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就拿回去 在韓國書本下 對比一下 但是應該我 沒有搞錯的 它就是Fuel Mushroom 就是這樣 它的上面呢 就比較乾身 看看味道先 很香的蘑菇味 和我們在超級市場買到的 蘑菇味道差不多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